嗨,大家好 因为有妹子给我留言说 很想知道像我这种干皮沙漠皮 在冬天是怎么护肤的 所以今天呢 早上我刚刚已经洗了脸 接下来就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在冬天的时候 我是怎么护理我的皮肤的 洗完脸之后呢 我会上一个这个Tuner 这个是理肤全的Tuner 这个Tuner就是单纯的保湿 像我这种比较敏感的干皮 特别适用 脸上特别干的时候 拍上这个水也不会有那种刺痛的感觉 总之这个水比较舒服 轻轻地拍上Tuner 脖子也要 之前用的眼霜用完了 到时候在空瓶剂的时候 跟大家再详细介绍 我用的是欧莱雅的这个小红盖的 抗皱眼霜 然后用一个小勺 挖出来 这么多吧 我用眼霜还是比较废的 这个眼霜用下来不是 那种特别特别油 然后会导致长脂肪力的那种 所以还好 当然长不长脂肪力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看 每个人的那个皮肤的肤质 有的人的皮肤吸收力好 有的人吸收的可能不太好 用无名指轻轻地按摩一下眼周的皮肤 然后让这个眼霜慢慢地吸收到皮肤里面 一直要擦到太阳穴的位置 然后我多余的我的习惯是在 纯粥在 就是擦一下 这是我的个人习惯 对我这种干皮来说呢 光上面霜 在很干燥 很寒冷的冬天是不够的 像我出去半天的话 那个脸 特别是额头和这个鼻翼两侧就会很紧绷很干燥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 我就会添加一步骤 就是面油 至于面油的话呢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伊丽莎白亚顿的那个面部胶囊油 这个盒子我忘记拿过来了 但它就是一个金色的盒子 它有脸部用的和眼部用的分两种 它好像还有美白的吧 灰色那种胶囊 我没有买 我一般这么大一个胶囊的话 我用小剪刀剪开以后会分两次 就是早上用半颗胶囊 然后晚上再用半颗胶囊 其实我面油还有其他两款 一款就是这个欧莱雅的这个 这个油其实 我对它不是那么爱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可能是吸收不是很快吧 我不记得了 这个是我之前用的 用到还有三分之一 就实在用不动了 这个品牌是新西兰的品牌 然后它这款玫瑰果油 是我这是我用的第三品吧 我觉得很好用 总而言之 就我觉得吸收很快 而且滋润度很好 因为我用这个面油 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 我最开始的方法是 所有的护肤都护肤完了之后呢 最后这个上一层面油 因为我觉得这个油脂的东西 一定要把所有前期的肤品 包覆在那个皮肤里面 也就是说最后再上油 这种方法 用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脸特别特别滋润到 已经满脸油光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那个油 就根本就没有渗透到皮肤里 没有被吸收 然后后续如果要上妆什么 就超级难 而且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搓泥的现象嘛 特别是这款胶囊 如果上在最后一步 就会有搓泥的现象 所以说我后来就不停的尝试 后来第二种 我就尝试就把这个油 混在这个面霜里面来涂脸 还是会有一些 过度滋润的那种 就没有办法吸收的那种感觉 最后我现在使用的方法 特别适合这个肝皮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我刚才用了水 然后擦了眼霜之后呢 我接下来就要擦油了 我就把这个半颗胶囊 然后挤在手心里 这个是半颗的量 挺多的吧 然后用手搓热了之后呢 就当按摩 按摩油一样按摩脖子 这个油触感是那种特别特别滑的 你看其实吸收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因为唇角会比较干燥 所以我会在唇角多擦几下 还有额头 额头发际线位置都是很容易干燥的地方 吸收了 你看就有一点点那个光泽感 是不是 就感觉吸收特别特别快 接下来呢 我就要涂面霜了 那面霜呢 在白天我是分区来涂的 我之前已经用完了那个 雅诗兰黛的红十六日霜和晚霜 我对那个日霜晚霜 对我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我的皮肤是局部会有一些暗沉的现象 就是肤色不均 然后用了它之后呢 我觉得真的去黄的那个效果还不错 会给肤色带来一定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用下来还感觉还不错 然后呢 我接下来上的那个面霜是两款 一款是那个雅样的这个冷霜 还一款是这个新开的欧莱雅的日霜 这标注了一下 因为这个是才开的 还没有写我的开评日 好 这个冷霜呢 我就会上脸蛋的这个部位 因为我的脸蛋是你看它是自然的有点粉红色 这个地方就是皮肤特别特别薄 然后那个红血丝都透出来了 所以我会上一点 局部上在这个地方 还有鼻翼两侧 唇角 我白天就是这样分区擦的 晚上就无所谓了 晚上我就是晚霜直接涂了 然后我会这个欧莱雅的这个日霜 我会点在脸周 我就是这样一个量 没有整体挖出来多少 然后擦脸 我一般就是这样擦 之后呢 就是直接轻轻的拍一下 多余的可以戴在脖子 好了 这样这个护肤就完成了 OK 这样就特别滋润 脸上摸上去就是那种 就是有一点点湿润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保湿 很有安全感 好 等它吸收的期间呢 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那个洗脸的产品 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 如果是皮肤特别过敏 特别敏感 我一般就会用这个亚样的这个截面 所以它洗完之后 那个脸上会有一些滑滑的感觉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但是为了安全的度过那个过敏的时期 所以我还是会使用它 在我洗澡的时候呢 我的截面就是这款 这款是欧洲的一个牌子 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 因为它也是药妆品牌 所以也是比较安全 它也是没有泡沫的 跟那个亚样那款很像 我用它已经就是觉得它比较安全 我平时的话呢 如果说我白天上了妆 卸完妆之后 我要洗脸 我就会用这个洗盐砖科的 这个泡沫的截面乳 它的特点就是泡沫非常丰富 然后洗完之后 会给我那种 不是顺滑的感觉 而是那种非常非常干净的那种感觉 但是个人来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泡沫截面乳 就是泡沫很丰富 洗完了之后会那种搓盘子的感觉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最后一步呢 在冬天后续要上妆的话 我会擦这个索菲娜的隔离 它非常小一罐 它只有25克 它还有这个FPF15 PA两个加防晒值 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滋润 其实我要是就是刚才这几步护理做完之后 我可以不用擦它 因为这个非常滋润 如果说有的妹子在护肤瓶里面 不喜欢用这种油类的东西的话 到了护肤的最后一个步骤 我觉得是可以用一下这一类产品 就是它是那种特别适合中性皮肤 或者是混合偏干干皮来用这种非常有滋润度的这个湿地乳 像我现在 在肤感脸上已经非常的保湿 非常的滋润的情况下 我就不会用它了 因为尽量少用嘛 步骤的话尽量少用 这种皮肤状态上妆就是非常完美 对也不会卡妆 然后也不会有干纹的这种现象产生 以上呢就是我白天的这个护肤步骤 其实晚上的话呢跟白天也很就差不多 晚上也就是眼霜然后面油一款这个碗霜就完成了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皮肤的状态是属于比较稳定的 我自己做那个韩国泡菜嘛 然后我就是属于比较喜欢吃辣食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如果说那段时间摄取的那个辣椒太多的话呢 我那个嘴巴周围就会有一点红红的刺刺痒痒的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我的皮肤状态其实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真的是要归功于我不停的在探索就是这些护肤产品怎么搭配 就是先后顺序也好 然后怎么搭配也好 才能让这个皮肤的这个滋润保湿度有所提升 因为我觉得这个皮肤稳不稳定 首先就要看你这个使用的产品是不是能够保持你皮肤中的水分 然后不让这个水分流失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包括抗劳也是 抗劳的第一步骤就是也是要保湿 所以我觉得保湿特别重要 OK废话了很多 这个就是我冬天的针对干皮的这么一个护肤的步骤 我希望能够帮助干皮的妹子能够改善你们皮肤干燥的状态 在冬天的时候也能美美的健康的 好了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希望能跟我点一个赞咯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